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进行了自己的选择 这也是得本来实力分布 相对较清楚的东西不再随便的扑朔迷离 不过在这个无聊的期间 亚运会红队的表现 却是让秋迷感到十分的兴奋 闯入总决赛的他们将会再次面对竞敌伊朗 作为难来的领军人物 大魔王周琪在微博中 发表了一幅图片 并且写到还有一场 全力以赴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战胜对手 全力冲金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联盟中最新的两个消息 一火箭完成安德森交易 如果说此前金下最佳经理的选人 大家有可能不太确定 但随着安德森的交易 莫雷金下必然崩盛 众所周知 安德森作为一名大个子球员 他本身的能力与他的心筋虽然有一点一价 但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但从上个赛季开始 火箭就改变了此前的打法 因此安德森就成为了软肋 此前虽然有球队中意他 但对方要死了要加上未来的首了选秀权 因此交易 一直搁浅 修赛期 火箭得到安德森之后 总体势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但在一定程度上阵容深度还有有所不够 此次完成交易之后 火箭将会一跃成为勇士的劲敌 甚至于半岛勇士也不无可能 二 波石 渴望付出成为某队3D球员 波石作为曾经的龙王 他都是目前来说球队都比较欢迎的打各自球员 能防守能投三分 但由于伤病原因他最终被裁掉 此次恢复良好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期待着这样的挑战 我知道我仍然可以打球 成为某支球队的3D球员 此外记者还打去 倒是否会和维德一起前往胡人 波石的回答十分有意思 那这就会是胡人秀 加上老家伙秀了 最后 不知道大家对于维德的支流如何看待呢 这就会是胡人秀